超流利英文問的是專業外交戰略 這是11年前小美琴擔任立委時 質詢時任駐美代表金普聰的畫面 直見金普聰回答卡卡的 更多次強調英文並非母語 反觀小美琴英文超流利 兩人11年前立院對決 現在總統大選小美琴擔任賴清德副首 而金普聰當侯友宜進辦執行長 操盤大選更是另一種PK 另外兩人也先後擔任駐美代表 成績也被拿出來做比較 金普聰任內經營臺美關係 曾安排馬英九訪美 讓他可以走出旅館外重遊哈佛校園 但並沒有太多劍術與突破 小美琴則是努力深化雙方互動 也速成讓蔡總統跟前中醫院議長 麥卡錫世紀會面的蔡麥會 讓AIT曾說台美關係史上最佳 小美琴也被紐約時報點名 是最具影響力的大使之一 金普聰當任駐美代表的時候 他提出最有名的一個觀點就是 他認為台灣在美中之間 應該要採取一個戰略模糊的姿態 反而有可能讓台灣變成是一個 兩大之間難為小的一個狀態 台灣可能help 等於說可以說是在這樣的一個 小美群代表的一個努力之下 使我們台灣在美國的名片 得到很好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名聲 即十一年前立法院 台灣戰貓大戰金小刀 如今總統大選 兩個人不同陣營再次較量 在內心中我家目前 永遠不在台北參謀島